嘿,哈喽,大家好,我是Kevin 那看到我身后的金沙酒店呢 知道我现在人呢,在滨海湾金融区 那今天主要录这个视频带你们来这里 就是要带你们去看房 那,让我先介绍一位,我一位朋友Willie Willie,Willie 你好,你好,你好 跟大家讲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Willie 对,Willie呢,从事房地产经济已经很多年了 那,今天约他过来 因为他也对这边这个区域的这个楼市也比较了解 那,今天Willie要带我们去看哪一个房,哪一个项目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叫The Sale at Marina Bay 华语我们叫做滨海房 对,他的这个坐落在这个我们的CBD 就是金融区的中心 也在这个金沙的很附近 就是步行过去大概十分钟就能到了 其实如果这个镜头往后面转一下 就是,其实我们就站在这个The Sale的楼下啦 对,楼下啦,现在 对,那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The Sale有什么亮点吗 其实The Sale它的建筑师是MBBJ MBJ是一个美国的建筑师事务所 是很有名的,然后在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作品啦 还有呢,就是这个The Sale当时他们建的时候啦 这两栋就是故意要塑造成一个好像传翻的那个样子 那个模式 所以很多人一看到就很难忘记,一眼难忘 就很容易去辨认,也很对这种The Sale很有那个熟悉度 所以就是讲说在这个地方是非常具有象征性跟代表性的一个相对 对,很多旅客就是外国人来的时候 他们一人认得出的就是我们这两栋公寓 两栋都就是大概70跟63层高 在2008年算是全新加坡最高的住宅建筑 那今天呢,所有的建筑比起来的话,这个是排名第八名最高 最高排名第八 那你刚才的意思是说它是08年建造 对,08年完成的 对,然后它的那个地气产权是从2002年开始是99年的 99年 对对对对 好好,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跟着Willy提区 今天要带我们看哪一个户型怎么样的房子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二房式的 它的面向是直接可以看到这个金沙的 所以也是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面向 对 那好,那我们就跟着Willy一起去看房吧 好,Let's go,Let's go 来 那这边大多数住的住户都是新加坡人多还是 是外国人还是 都是各国来的租客 较多是从美国 香港跟日本 会比较多,对 好 我们现在是在42楼 我们现在在42楼 我们要去4205这个单位 我们现在过去 为什么那个地上都还粘着这些 因为有时候会搬运一些家具 因为有时候会搬运一些家具 他们也就是希望可以保持那个地方 就是这边可能有人在搬家 对 这里十多年的公寓 那个乌鸦照顾的挺好的 挺好的,其实 因为他们这里的单位有1111户 算是在新加坡标准上是比较大项目的 所以来往的这个租客啊 这些居住在这里的 这些residents 就是蛮多的 所以他们维修都很积极 不会代谢 对 好,我们现在来到单位了 我们进去吧 好 现在在单位里面了 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 好,这个单位是883平方尺 OK 算平方米来 大概82-83平方米左右 这个是二房市 所以进来我们其实就有一个 这个open 公开式的这个厨房 然后因为现在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了 我们很多单位 这些家具器材都会隐藏着 摆得很整齐的 好,这里是冰橱 然后很多柜子 这些都是 当交房的时候 这些柜子都是 发展商已经帮你做好的 好 然后我们现在过去看一下客厅 这边 这个是什么 这个 哦,这个是那个common bathroom 就是给客人用的浴室 还有一个防空毫 防空毫 防空毫 一般我们这里都是拿来做储藏室比较多 哦 用途 对 所以这里我们直接来这个客厅 这边 哇,那个景观挺美的 哈哈 乖乖 这个面向其实在 the sale 其实算是比较premium 就是比较好的 OK 因为主要我们有三个面向 另外一个面向是面对海的 那边你会看到比较多工程 也有多几个其他高楼的建筑会遮挡到 只有这里呢 是我们滨海湾完全没遮挡的 因为前面也不能再造任何建筑 也不能新公寓啊 所以这整个海湾就是很一览无一 你可以看到金沙 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那边可以 就是我们每年一年一度的那个国庆呢 烟花全部就在你的正对面会举行 那个是国家体育场 前面那个有点圆圆的建筑 有点小洞开起来 那个是我们国家体育场 对 所以这里就朝向东面 朝向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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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西照 朝向东面 你往那个方向直去的话 战役游戏场大概 20分钟的车程就能抵达 OK 然后这里呢 也是能看得到一段的那个 每个男生都很喜欢那个 方程式 一级方程式的那个赛事嘛 每年一年一度也会在这边举行 所以这个景 这个景色是整个的售价 很多人都会想要租啊或者是 家景最好的 对 是不是讲说如果要租还是要买 有这个景象的房子 那个价钱会来的相比 相对比会比较高 肯定会 肯定会 就是在租的方面或者是买的方面 那个价钱肯定会高出其他的面向 大约 大约 平均大约 百分之 十左右的这个差距都有 对 那这样一套房 两房是租金 每个月要月租要多少 两房是租金 如果我们说整个冰海房的这个 平均的话 大概4700到 高于5500 都有 对 这栋楼大多数的户型都是这样吗 两房 还是就是有一房啊 三房啊 一房开始 一房的话租金大约3300到3500 也有一些比较高的 如果是好面向的话 然后二房是大概4700 我说了 1700大概到5500左右 六 三房的话就要在6000 新元以上 OK 左右 出售的话 你说售价 我们这个最新的这个过去交易的数字吗 一房是大概110万到130万左右 OK 二房是呢 大概160万到200万左右 三房是就要从300万起 嗯 都是以新元计算 对 在就是好奇了 有一个问题是 这里大多数买的买房的人都是 投资吗 都是就是 就是这里大多数的单位都是租出去吗 还是其实有一部分的人就是买了自己用 还是怎么样 可以说是少许会自己 居住在这边的 多数的业主买来就是 拿来投资的 也有一大部分 大概60% 其实是本地人买来投资的 就是本地人的业主多 买来投资 那租出去的人住这里 就是因为就是 贪那个工作方便吗 因为就是在这里 这里就是金融区 是金融区 所以对一个在这边工作的 尤其是那些国外来的那些专业人士 他们想住靠近自己的办公室 减少那个通勤时间 所以 不过如果你 如果是本地人的话 一般你如果说 你都会跑到东海岸 周末跟家庭去做东海岸 或者是去乌节路 可能你未必想住在这里 可是我看这里好像 因为今天是个周末 所以其实看楼下也 人潮也比较少 可是通常一般上 我自己来这边办 我也注意到 会很多人会特意的 也未必只是住在附近 可是他们特意的来这边 在那个滨海湾那边 跑步啊 散步啊 之类的 对吧 这里一般周日的话 就活动是特别的多 就是从逛街啊 运动啊 或者是 有一些小的 这个 Event 或者是 就是人家举办一些 Event的时候 这里就会比较热闹一点 周末的时候就真的比较 对啦 可是今天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会看到周边的人会比较少 因为现在真是那个冠状病毒的高风期了 所以就人潮出来就比较少 可以带我们去参观一下房间吗 好 哪一个是主卧 主卧在哪边 这房间还挺ok的吧 放一个king size bay 应该没有问题了 没问题没问题 因为这里我们毕竟是金融中 金融区的中心 因为我们也会有很多外来的这个租客嘛 较多来自美国 日本和香港也是很多 所以你说 美国啊 或者西方人啊 他们个子也是很大嘛 所以他的 他的房子其实也不会造得太小 这是很重要的 ok 参观一下 好 都有 都有浴缸啊 一般都有 小户型一方式就没有 小户型一方式就没有 好来来来来 镜头镜头 参观一下 可是里面就那个 里面的装潢当然就是因为已经十多年了 所以我相信就是 根据每个物主自己看有没有去特意的去照顾 还是可能可以装修一方式 所以里面就不能控制了 肯定 肯定 这些好像有说地板啊 浴室的装饰 或者是固定装饰 冷气机 都是在交房的时候 已经 发展商已经提供 已经做好的 所以你接下来 也是到今天也大概十二年嘛 所以有些业主会去做一番的装修 有些可能会做部分装修 ok 也要看租客怎么维持啊 对了 对了 可是这个是这些 我相信都是原有了吧 以前交房的这个 原有的 对 多数都是原有的 ok 我们看一下那个 另外一个房间 可是我挺喜欢这种两房式的格局 就是大厅进来试试方方 房间在两旁 就是那个实用面积 每一个部分都可以 真的是好好的处理一下 这个房间反而 那个是主卧 这个房间反而景观比较美 所以 对对 对对对对 真的是 真的是可以啊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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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对你刚才说到这个室内的面积嘛 因为在新加坡 我们的面积计算是 室内面积再加上这个空调的窗台 如果说我们比中国的话 它有包括这个公共面积 还有这个停车位 ok 所以这个差异就在这边 所以我们大家注意 对不起 刚才忘记 你说这个单位多大 883平方尺 大约82平方米 ok 所以我们就是讲说是800多平方尺的时候 就是实用面积 对吗 不包括刚才外面的走廊之类 不包括 对 那停车位就是一对一户嘛 是吗 这里 ok 因为我们之前政府是有这个政策嘛 就是说在市中心的公寓呢 现在如果你要就是那个停车位 所以新的这个楼盘 它的停车位不是一对一了 不是一对一的比例 ok 这个算是还比较旧嘛 所以它还是依然是一对一的 ok 不用额外付费的吧 对吧 就是我买了这个单位的那个停车位就是 呃 佩戴一个 对 ok ok 好好好 那大概了解了 大概 大概大家了解了一下 我们去看一下那个这里 这个公寓的那些公共设施好吗 ok 带我们参观一下吗 ok let's go thank you so 我们现在在44楼 对 这是什么公共设施的 这是其中公共设施的一部分 这里有那个reading room 阅读室 娱乐室 还有卡拉OK室 都是可以让这里的居民可以去租的 然后使用的 对 所以在这楼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到 这四周嘛 就是 啊 湾景我们看得到嘛 这里后面也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金融中心 的那个大厦 那个结构 你看他们我们其实地也是很小啊 对不对 地方不多 造起来的这些都是很高楼大厦的这些建筑 其实是很壮观啊 我们在这个这个市区的生活里面是看到这些 对 ok 好那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卡拉OK room吧 可以啊 我们继续看一下 来 所以这边就是一般上都没有人的啦 哈哈 可能今天周末比较 大家也觉得躲在家里休息吧 一般如果你在那边住上一两年也不会说天天上海 可能晚上的时候呢 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可能 租客就会想上来吹吹风啊 喝点小酒啊都ok啊 这样设施除了这个是一部分的 等一下还有 这边就我看到 reading room 啊 卡拉OK room 还有一个那个 event room 对 event 我们可以就是 办活动啊 就可以来这边住那个房间 ok 啊 里面有人我们就不要进去打扰 我们在那边阅读 ok啊都有空调ok的 嗯 这个也是 reading room吗 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卡拉OK 看一下看一下 可以看吗 还是锁着 锁着锁着 所以要跟前面那个柜台 就是要订的是吧 对对对 要订的 ok 然后这里呢 挺好挺好 这个 event room 这个也是要订的 ok 就是住这里的人要用就可以去book了 这边可以开 可以去 生日拍队之类的 拍队之类的 对对 所以他整个景也就是看 湾 海湾的嘛 啊 冰海湾那边 是 ok 好好好 现在现在我们来了这个 这个是八楼 八楼 主要的设施都在这里 嗯 ok 这里有很多游泳池 有儿童游泳池 也有那个健身的游泳池 当然成人的游泳池也有 然后那个健身房啊 更衣室还有这个收纳也有 嗯 嗯 所以我们去参观一下 ok ok 好 这边吧 对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桥 桥段 把两栋连接的 所以这个项目有两 两座大法 有两栋嘛 对 所以这个可以 就是说你在 第一栋和第二栋 你都能就是用到所有的设施的 ok 这个可以做 作为一个连接 嗯 那刚才那个 我们在那个44楼的那个 那个reading room 就是每一栋都会有自己的一个 event room 跟reading room 这个是公用的 公用的 对 所以这个边就是 这个什么 小孩子 这个是小孩子的 这个娱乐池 然后另外一边也有多一个泳池 在后面 后面还有多一个 去看一下 这边还有 这个网球 所以一般他们也是有很多 会请教练来教他们自己打网球 都在这边 所以你看 比起44楼这边热闹很多了 今天周末 对吧 所以这边另外一个泳池 就是说 如果太多人的话 你可以就是 分开来用 因为现在 比较新的公寓 其实网球场 挺难得 也没有 因为就是要省位 所以就没有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对于开发商来说 你多少这个面积 你拿来做设施 或者是 每块地 你拥有的地 他们都想建多一点 造多一点房子 这样 所以这边就有两个大人游泳池 对 一个 那边还有看到有人在那边烤肉 对啊 那边就是 那个 烤肉的地方 后面有一个健身的这个 那个健身房在哪里 健身房在里面 是刚才我们来的地方 不是 刚才我们是从这边来嘛 哦 这边在这边 所以就是另外一栋 那我们去那个 健身房看一看 好啊 我们就往这边回去走吧 OKOK好 因为那边 今天周末啦很多人啦 我们也不好去 可是当然 如果 大家要实地的考察的话 可以 到时候可以再来 好好地看一下 这个 反而你说周日的话 这里还比较 没有这么这么热闹 因为大家都在工作 然后这里就 这边还有 Hot Poo 还有一个Hot Poo 嗯 Aqua Gym Aqua Gym 就是他的那个健身 健身 健身 你可以在里面踩 那个脚车的 哦 OK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栋 是吧 对 这边有空调 这个啊 SSI Studio 这个 就是给人家 可以在里面做 就是 锁住了 哦 可以开 哦 舞蹈啦 OK 做瑜伽 自己有那个地毯的话 都可以在这边 很宽敞 等 一般周日是 没什么人用 周末 就常坐在外面 如果有课啦 有class 他们可以 对啊 就是说找朋友 或者是教练 来这边练习 都OK的 嗯 OK 我还有一个小孩子的 哦 这个就是 儿童 哦 哈啰 儿童的这个 小娱乐场所 OK 现在儿童里面 我们不妨碍了 好 我发现 今天这样走来走去 大多数就是 看到就是洋人为主 对啊 美国人 欧洲人 对 他们喜欢住你这个 比较喜欢大家的屋子 哈哈 屋内 那边 我们去健身室 他的健身室其实很健全 我觉得就是 他里面还有一个攀爬的设施 我们进来看一下 哇 对 所以你看得到其实他的这个设施很齐全的 然后他又去面向这个金沙这个景 一面运动 一面休闲的去欣赏 啊 然后当然这个后面这个也是很明显 这个攀爬的这个设施 就是我其实在 从来没有在另外一个这个健身室看过 这样的一个小型的这个攀爬 很有趣 很有趣 OK 他的跑步技也是挺多的 对啊 因为我们看过公寓多 我们也看过每个公寓的这个健身室啊 很明显是看得出他们这个管理层 他们对这个设施方面多讲究 就是建设的方面 齐全方面 我们看得出这个 他们其实就是很 很generous 就是很大方的会建这样的一种健身房 嗯 这是最近加上去的 这个是应该是最近加上去的 嗯 因为现在的情况 每个人都往出干净多一些比较好 嗯 嗯 来 嗯 OK 现在我们回到来一楼了 对对对 谢谢你的时间 今天到我们到处去参观 对对对对对 我们现在还要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他还有一个basement 是吧 对这里直接下去的话 就是说好像下雨的时候 等一下等一下 这个是新的吧 以前我没有看过 现在就公寓都有这个 对对对对 现在是几乎 就是说可以 那网购的时候 他直接把东西留在这边 送来这边对 嗯 然后给自己在这边取咯 OK 好我们现在就下去 他的这个LINK Mall 就是他的弟弟的这个 呃 购物的这个 所谓商场 啊 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边下去 因为今天是周末嘛 店都比较多数没有开 因为他们什么都是 其实就是主要是坐这里 就是周一到周五工作的人群 周一到周五工作的人群会很多 这里这个时候他们就一般没有开张 OK 刚才我来的时候 那个顶泰峰还是开张 顶泰峰是很比较有名的 就是人家都会特地来这边 用餐的都会来这里 那这里就是公共交通方面 有地铁是吧 对 因为我们新加坡多数的人都是用地铁 就是我们都会使用地铁嘛 然后这里最靠近的地铁站就是 Dowtow地铁站 我们的蓝线 OK 我们只走过去再转右的话 大概三分钟就会抵达了 好 好 那我们就在视频结束之前 给大家参观一下 好 好 好 其实也是挺好的 就是从楼上下来就有一些 对 所以因为新加坡也是一个热带国家 它下雨的时候也是可以在短时间内 一个小时内就可以下雨 所以我直接可以到地铁就 其实不用热带雨淋 不会 不会 我下来的时候还有空调 这边很方便 这边还有一个怎么讲 就是laundry 帮人家洗衣服 洗衣服的 这个服务 可是学校方面这边附近有 就是什么国际学校还是什么 多数的国际学校如果说离这里的话 最靠近也是从乌捷那边 乌捷一带 OK 如果你说打车的话 大约十分钟左右 这里在你说步行的这个范围之内 其实还没有 就是没有这些国际学校 所以主要针对的顾客群 也许就不是家庭 还是也是无所谓 其实新加坡也不是很大 对 可以这么说 新加坡其实也不这么大 如果你说国际学校的话 他们也一般有提供这些校车 所以校车我也是知道说 在滨海坊很多就是 有些时段 那个校车来就是接送 跟就是带学生回去这些公寓的 所以这里就是那个 Marina Bay Link Mall Link Mall 对 我们叫Link Mall Link的意思就是连接 Mall就是我们商场的意思 所以这个Link Mall 我们就是把商场跟那个 连这个地底的这个所谓的隧道 连放在一起 OK 所以我们可以一面去购物啦 用餐啦 也可以直接就是从这边直走的话 就是我们的那个 Downtown地铁站 嗯 可是就是周末啦 所以大多数的店就 对 周末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真的比较安静 店也就比较好 周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 其实所有的店都会开 然后好像什么日常用品啦 眼镜店啦 衣服啊 咖啡厅啊 这些都会营业到满晚的 对 这个Downtown地铁站也是在前几年才开始运作的 有了这条线呢 这个新的蓝线呢 其实也就是很方便 因为可以去到五级市 可以直接去到西部跟我们东部那边 很方便 所以上次把就是比较区外的人们可以容易的来到这个 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之前我们只有绿线跟红线嘛 所以逐渐的往年 呃在这个滨海这个滨海区域以后就是会有一个新的汤生道 啊 汤生东地铁线 OK 大概2021年就会开始运作 所以这边的线啊 这边的地铁的这个供应啊 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的 啊 所以前面就是那个Downtown来 对前面就是那个入口了 OK 嗯 好 但是我们就不过去了 就就就就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短短的一个路程就其实可以到那个蓝线地铁地铁站 嗯 对好 那就 嗯 今天啊 带大家去看房呢 就录到这里了 然后然后啊 接下来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这样做啊 那接下来我们打算就是带大家去别的 比较有象征性跟代表性的公益啊 还是地区 跟大家做介绍 所以想要来到新加坡居住的朋友呢 可以深意度的了解 啊 这里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 那 就 那就 说到这里 OK 谢谢大家支持 然后 请关注我们的YouTube 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啦 所以我们有新的项目呢 可以跟大家介绍 OK 那就跟大家说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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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